现场观众一同按下汽笛 两只黄色小鸭在拖船的带领之下 缓缓游进高雄爱荷湾 市长陈其脉和小鸭之父 荷兰艺术家霍富曼 站在游艇上坐前倒 高雄市政府已迎接豪华游轮的水门里 盛大欢迎黄色小鸭十年后回归 陈其脉也在脸书秀出 十年前当立委时和小鸭的合照 如今已是市长身份 我也把我十年前的照片PO上去 我看了一下其实只有瘦了一点 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 刚刚跟厚门在聊天的时候 真的是他也非常敬艳我们高雄的进步 双鸭停后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两侧 见证爱荷湾十年来的蜕变 其实为让两只黄色小鸭 顺利登场上百名工作人员 天还没亮就在现场准备 先在路面上进行充气 由于鸭皮重达一顿多 还得出动多名壮汉在底部撑着 很重啊 你可以吗 可以 重启完之后 另一个挑战就是得把两只小鸭 从陆地转移到海上 左右两侧各有一部吊车 吊起来时得保持平衡 不让小鸭倒栽充 霍夫曼也到现场 记录下布展的过程 对于大家通力合作 非常感动 双鸭进港 爱河湾瞬间变成巨大澡堂 高雄冬日游乐园活动正式揭开 这个冬天有小鸭陪伴 不寒冷更疗愈 明镜新闻南部综合报道